那你們以前那種 檳榔姐妹花正紅的時候 你們出去會像現在這樣 被那種粉絲包圍這樣 然後大家拍照要幹嘛這樣 會啊 特別是到中南部 因為那個時候 比如說有什麼遊樂場啊 或有一些活動啊 就是他們會比較喜歡 這種接地氣的角色 對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 就是前往中南部的機會還蠻多的 藍姐想當年 她私底下是一個非常非常 自己要求比較嚴格的人 要注重隱私的人 所以她出門的話 永遠都是背一個大背包 然後那個冒煙有這麼長 我都在鄉下種田的 就要把自己蓋住的那種 低調 對 她就會很低調 然後平常她也不太笑 我最記得有一年 她真的 她很有感情 她真的比我勇敢太多 有一次就是我們要到南部去 然後我們大概要登機的時候 因為太多人會認識 認出來 她想說 看了我們兩個就 妳們兩個 妳們姐妹看 對 她本人怎麼不好笑 再搞笑一下 人家的 我兒子在那邊 藍姐回頭就說 我跟你講 我接下來就抱著我的包包 我想說 接下來是不是要打起來了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我們也沒有什麼工作人員 沒有什麼保母會帶我們 經紀人這些都沒有 我們就自己就到現場去 那個男的其實滿魁梧的 也被他這樣罵也就愣住了 就點點 就不講話了 我永遠記得這一幕 所以藍姐是會把工作 跟私底下會分很細 確實 就好像很多人 她會在工作的時候 是工作的情緒 然後回到家 並不會把這些所有的情緒 帶回家裡 因為我們也是有個人的隱私嘛 對不對 所以